美股涨也让C75的台股跟着涨开盘冲破8600点 虽然一度拉回 但是周长还是漂亮的站上了8600点 马上连线资深分析师吕汉威 汉威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汉威今天在这个外资的加持之下 就连股王大力股王盘中也就亮灯涨停 还有这个立院的新会期 资金区跟福贸协议从这个政策面来观察 那下周的大盘你怎么看 对 我想以目前来讲 就是一个政策面的主导 因为今天其实当然跟着美国的开高 也是有点关联性 不过还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个新会期 里面有蛮多法案会通过 比如说像福贸协议 那今天就带动一些中盖的族群 那第三方支付 你看今天的游戏 这个网通相关的概念股 尤其是网路服务这一部分很强悍 那观光跟博弈 也带动了一些博弈的概念股 有出现这个比较欲金突起 当然最重要还是在于说 未来如果在两岸金流上面 能够有更多的开放的话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回温 你看像前几天提到这个阿曼 要来台湾做一些 这个主权基金上面的一个投资 要寻找一些标的 今天的高价股就表现都还蛮强 所以整理来看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比较一个偏多方的动能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因为下礼拜毕竟是MSCI 这个调升调降权重要生效的日子 那因为这一次有微服的调降 所以看起来就是看看 下礼拜在政策面的利多 能不能每天都能够持续的发放 如果每天都有政策面的利多的话 我想台股这个网上攻击人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点